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猎人考试第三次测验中 经过小杰雷欧利的不懈努力 成功让战局变成了平分 胜负的关键就落在了奇亚身上 但是和奇亚对举的是令人闻风上胆的分事专家乔尼 还没露面啊 就先来个痛极队友 向大家证明他是真的很凶残 毕竟之后他也没有这证明机会了 当时雷欧利一踢乔尼的大名 立马就吓坏了 连连请求奇亚放弃比赛 更别提两人站在一块后 那个体型差距 任谁看了都得替奇亚担心啊 事实证明这份担心就是多余的 对决开选不到三秒钟战斗就结束了 奇亚前庭幸福般的和乔尼插肩而过 然后就看到了乔尼胸口多了个小小的血洞 那就是被奇亚挖出了心脏后留下的伤口 乔尼也是后知后觉 才一发现自己的心脏没了 这手术堪比罗的果实能力了 心脏在下后 还能在奇亚手里跳一会儿 因为乔尼本身就是食恶不赦的罪犯 所以就算奇亚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取她性命 大家也不会觉得过分 可是我认为即使乔尼不是坏人 奇亚也会选择这么做 因为她的思考模式习惯 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手 要用最简单有效率的方法去确保胜利 更何况乔尼还表示了 自己对奇亚的蔑视 她不是谁死啊 在飞船上的时候 会长遇到了小杰和奇亚 当她听到奇亚想要更有挑战的难题时 灵机一动 感觉更像是为了打发时间 就邀请小杰和奇亚一起玩抢皮球的游戏 说是只要他们能从自己的手里抢走球 就让他们通过猎人考试 本来以为是个挺简单的事 毕竟会长让了他们一只手一只脚 结果小杰和奇亚试镜浑身结束 连手攻击都没能碰到球 而且还得听着会长的嘲讽 这让奇亚相当不爽 出道这么久就没这么憋屈过 当她发现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从会长手里抢到球这个事实后 就果断选择了放弃 因为如果继续下去 太过认真投入的话 奇亚就会对会长起杀心 到时 嗯 也是很能分得清楚厉害关系啦 人走是走啦 可内心的祸还没消啊 刚巧有那么两个不开眼的交伙出现啦 你说被奇亚撞就撞一下吧 又不会死人 非得招惹一下 送了命才甘心 根本都看不清奇亚是怎么出手的 那两个家伙就瞬间挂了 抢不到球就杀人泄气千年无辜 这是不对的 还是得继续克制啊 为了通关贪婪岛 小杰他们组队进行一平海安线的任务 也就是要打倒海贼们 可大BOSS哪里是想见就能见的 他们必须先迎过小酒馆里的守门人 伯宝波 才会被带去见雷扎 虽然这海盗身份是游戏设定 但那群人在现实中 真的是非常残暴的重刑犯 包括波宝波 波宝波长得跟个相扑选手似的 实力确实也很强 轻而易举的就抱起了对手 他明明可以直接把人扔出角斗场的 可为了娶乐 故意把对手放在火上烤 任凭那个人求饶认输也无动于衷 如果没有小杰把他救出来 波宝波可能想直接就烧死那个人 在小杰质问下 波宝波说就算认输也不算输 只有离开火圈范围才算输 而且波宝波还以此为陷阱坑了小杰一把 害小杰还没开始就输了对决 跟一个一看就知道力气很大的人比拼满力 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奇亚那么聪明的人 当然会另提西境替小杰出气 依旧是杀手的思路 勿求一招制敌 尽量减少惨斗 以恶制恶 你烧别人 我烧你 既然你说离开火圈才算输 那我就让你主动出去 奇亚在比赛开始前 先到吧台拿了品酒 还没等波宝波反应过来 酒就全部泼到了他的脸上 然后奇亚恶话不说 利用电力点了把火 烧得波宝波满地打滚 轻轻松松让他自己滚出了火圈 看到这一幕真的是大快人心啊 不过奇亚的做法 确实有点太恶劣了 直接放火太狠了 相比之下 波宝波都选得善良了几分 其实作为杀手家族来讲 感觉这一家人性格都挺扭曲的 每一个正常人 奇亚不喜欢家里为他安排好的路 他想要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那作为全家的宠儿 肯定会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啊 于是奇亚像所有叛逆期的男孩那样 离家出走了 人家离家出走 是大吵一架甩门而去 奇亚出走不光大吵一架 还用刀子划了他妈的 他妈妈的脸 顺便捅了他哥哥 想想就知道 这得是多么母慈子孝的场面 而且奇亚对于这一切的发生 显得风轻云淡 似乎并没有因为伤害了家里人的心怀负罪感 甚至还带着诡计得逞的成就感 并扬言未来成了猎人 一定要把他家的人一网打尽 那就可以大赚一笔 说不定能因此成为世界首富呢 那一年相往期待的表情 仿佛不是他的家人而是仇人啊 本来以为遭受这一切后 他妈妈会非常气愤伤心 但是并没有 听说他妈妈哭了 还是因为看到儿子终于在杀手这条路上 有成长了 而深深的感动 并不是因为被伤害的伤心 我就说啦 这一家每个正常人 奇亚就算被关进了独居房 也照样那么嚣张 面对受害者二哥 也没有丝毫反省的意识 还在听到了米基要对小杰他们出手时 威胁米基如果敢动手就会杀了他 这就是传说中的凶幼帝宫吧 像奇亚这种连家人都不怎么放在心上的人 你指望他会对老师讲着什么的 心怀尊敬 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奇亚的毒蛇嘛 众所周知 面对云谷师父的时候还好 情况紧急再加上云谷又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那肯定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口海上啊 所以奇亚也就还能保持那几分尊重 可是到了比斯吉登场就不一样了 又不是什么生死关头 也没有什么必要非得找个师傅 那面对主动送上门的便宜师傅 自然态度更差了 被骗爱的总是有恃无恐嘛 在奇亚烟里 比斯吉明明小罗利的外形 却拥有非同一般的实力 这从一开始就让他心生戒备 不是预谋在山林里甩掉比斯吉 就是在无视他的存在 这是气死个人 这让比斯吉的自尊心大大的受伤 到了伤害 可以说是头两不合的种子 就是在这里埋下的 年龄相仿的外形 让奇亚对比斯吉的交道感受到格外不爽 结果一听自我介绍 才知道人家都学了40年念了 哦好家伙 原来是个老太婆啊 然后就被比斯吉一拳打飞了 我想一定忍他很久了吧 即使比斯吉表明了身份 奇亚也一直保持质疑的态度 不像小杰那样对他言听计从 辛仇旧恨 所以才会被删了一巴掌吧 这戏入得猝不及防 我替奇亚深深怀疑 比斯吉一再公报失仇 之后除了在比斯吉传手新知识修行时 奇亚能认真听进去 其余时间 他都用来开启对比斯吉的嘲讽 明知年龄是女人的禁忌 还非要讽刺他 活该奇亚开启了 他难道上天热肠 要不然就是在吐槽比斯吉的念能力毫无用处 正是个欠揍的小孩 明知打不过还非要口嗨一把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改掉嘴剑的毛病 多好一个孩子啊 可惜张了张嘴 看看那个猪头样 我打赌一定是因为他喊了比斯吉金刚芭比 恭喜奇亚同学 又解锁了新的作史技能 恶人有时真的还得要恶人魔 小杰和奇亚上到天空斗技场200层后 就被新人猎人沙大索他们盯上了 而奇亚也在第一时间 就发现了这三个人的不怀好意 本想极力避免和他们的交手 奈何总有人觉得 这是刚刚学会使用猎能力的两个小菜鸟 好拿捏得很 为了能够逼迫奇亚小杰和他们交手 三人组绑架了窒息 结果没想到奇亚就跟在他的后面 像这种不入流的反派 肚子里打什么算盘 小狐狸奇亚太清楚不过了 事情发展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所以他答应送三人组一人一次胜利 一次挽回被绑架的窒息 并且要求沙大索不能强迫小杰和他们决斗 必须要配合小杰的时间 三人组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可安迪里依旧拿了窒息的鞋子 骗小杰答应30号的对决 怎么说呢 大兄弟路走仔啦 白嫖一次胜利就应该很高兴啦 非得坐实违背约定 当奇亚知道沙大索并没有遵守约定后 整个人都快气炸啦 那黑花的表情简直太帅啦 那一瞬间 我就知道三人组这下惨啦 我不欺然回去后 奇亚就悄无声息的潜入沙大索的房间 奇亚自在的杀气让他当场就跪啦 明晃晃的匕首悬在他头顶上 稍微有任何动作 小命就玩完 奇亚威胁他永远不要让他们再看到他的脸 如果再违背约定 大概就没有以后了吧 这次杀他所思真的雪怪啦 说不出现真就没出现 让奇亚和小杰躺赢了对决 本想找菜鸟刷分 结果给菜鸟刷了分 奇亚怎么也想不到 猎人考试决斗中遇到了吉塔拉库 居然是自己的哥哥伊尔弥一荣的 从小伊尔弥就是奇亚的心理阴影 再加上他长期的洗脑操控 奇亚很难对伊尔弥进行反抗 但是他刚一露出真容 奇亚的信贷就有点绷不住了 接着伊尔弥就开始对奇亚各种否定 说他不适合当猎人只是个杀手 内心是空洞的 是不可能交到朋友的 一听到小杰把奇亚当朋友 就决定要杀掉小杰 奇亚想要阻止这种事发生 就得打败伊尔弥 可是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打败对方的 被逼入绝境的奇亚选择了认输 心态彻底崩了 在第六场流利对包德罗的对决中 两人还没动手 包德罗就被奇亚一击逼命了 可怜了一代五出家 就这么落下了帷幕 招谁惹谁了呢 还不如一直假装没恢复认输算了 至于奇亚为什么要对无辜的包德罗下手 我觉得有这么几种可能 一是他自保自弃了 想彻底放弃猎人资格 索性借此送场胜利给雷欧利 让他顺利当上猎人 就是这方法极端的点 二是他被伊尔弥催眠了 是伊尔弥命令他去杀人的 不管哪种情况 老爷爷属死可惜了 猎人考试是一场非常盛大的赛事 想想看小杰和奇亚他们 参加考试时闯过了多少关 而奇亚在他拿到修行途中 又要再一次去参加猎人考试 这要是按正常流程走下来 得多浪费多少时间 回来不得被小杰甩开一大截吗 好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历练 奇亚已经不是当初的菜鸟了 他也想要用最快的速度 拿到猎人资格 和奇亚一起参加考试的 又接近1500人 考官想着这一关 最好是剩下300人左右 也就是每个人达到5个就算合格 没想到奇亚给了他一个大惊喜 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工作量 不对 彻底结束了他们的工作 感觉这一届考官真轻松啊 考官在门外等了一个半小时 正在感叹这一届考生质量不行的时候 奇亚就出来了 还带着一大堆号码牌 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结果被奇亚用闪电般的速度解决了 一打一千啊 彻底杜绝了会进行第二关测验的可能 把损人力气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狠 这怕是时尚最短时间 最早人通过的猎人考试了吧 感觉也就是收集牌子多花了点时间 在凯特出事后 小杰和奇亚就离开了NGL进行特训 想要再次回去 就得打败拿库鲁才行 结果小杰不光败了 还被疯了念能力 一个月内都不能用 那其实比一个普通人强不了太多 特别是在遇上千合一的时候 所以奇亚决定要在这一个月内 好好保护小杰 她跟踪小杰和庞武的约会 就是为了防止会有敌人对小杰出手 但是比斯吉的话 像心魔一样一直在她脑海挥之不去 总有一天她会对小杰现实不救 奇亚知道这话很可能变成现实 她在面对敌人时 首先会判断能不能稳赢 如果风险太大 她会选择逃跑 她怕自己真的会因此背叛了小杰 这其实不是奇亚的错 是伊尔迷对她进行了催眠 用念一针封印了她的念 为了保护小杰 奇亚在比自己强大许多的千合一面前 没有选择逃跑 就算身体本能告诉她 要赶紧离开 她也没有顺应那个声音 是守护的决心 让奇亚突破了伊尔迷给她下的束缚 战胜了内心的恐惧 把手指戳进脑袋里 拔出了念针 能力解放一招 让兔头和她的身体分了家 以后再有千合一招上来 可就会使得很惨了 啊 这熟悉的黑话表情 真是久违了 奇亚的知识 不是说她凡事只考虑自己 而是说她可以为了保护自己在意的 而做出任何事情 即使伤害别人也在所不惜 不只是对小杰 对亚鲁加也是如此 亚鲁加的能力有多强 我们之前也有详细解说 这股力量被人忌惮的同时 也被觊觎着 因此亚鲁加从小就被关在非常严密的密室中 亚鲁加能够实现别人请求的能力 是来自于哪里加 通过后面的剧情 我们也都知道了 哪里加是来自黑暗大陆的存在 然后附身到了亚鲁加体内 成了共生的关系 虽然奇亚对他们两个都很好 就算被其他人说成怪物异类 也毫不在意 一样的陪着他们 但还是会有个亲疏关系 对于奇亚来说 亚鲁加现在是重要过哪里加的 而且不可否认 亚鲁加被剥夺自由这件事的最悔祸首 就是哪里加 因此奇亚内心深处为了保护亚鲁加 也是很想要哪里加消失的 所以在奇亚拜托哪里加治好小姐后 就命令哪里加以后不准再出来 哪里加那么喜欢他 他却说出这么残忍的要求 同我以目光 却不能抱之以穷俱 其实奇亚也心疼哪里加 但是没办法 只有他永远沉睡 亚鲁加才能获得自由 而且奇亚也不想再命令利用 只想得到他夸奖的哪里加了 那样子哪里加太可怜了 如果没有亚鲁加帮忙哪里加说话 大概奇亚会让他一直沉睡下去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影片的全部内容啦 感觉对奇亚的滤镜不光没睡 还变得更深厚了 他内心的黑暗面 没有让他变成毫无底线的恶 只是让他在面对各种事情时 能够更加当机立断 现在黑暗却形象光明 只是冷漠却又不是温柔 犹如蓝宝石的男孩子 好了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踪迹 好让演算法知道我是有在工作的 订阅分享点赞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